来关注国内的纸价行情 今年以来 国内纸价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尤其在今年的一季度 由于多家纸厂去库存 纸价一度跌到了历史地位 但是进入9月份以后 由于造纸业迎来了行业旺季 全国多家纸厂 也陆续发布了涨价通知函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是国内规模最大的 出版印刷企业之一 这里的采购供应部经理 朱永明告诉记者 公司每年会加工 4到5万吨的文化纸 其中超过一半的原材料 都要从国内几家 大型造纸企业购买 前几天公司已收到了 来自上游造纸企业的 涨价通知函 今年到教材印刷之前 开始落实落实涨价了 这个月我们已经接到 涨价通知函了 记者了解到8月13号 吉林省白山市 奇想纸业有限公司 发布涨价函称 将高强瓦棱纸90克 100克110克120克等品种 在原有价格基础上 每吨上调100元 成为此轮指价 大范围调涨的第一张涨价函 随后华南华北华中地区的 多家造纸厂陆续发布涨价通知 8月下旬 山东陈鸣 太阳纸业 金光纸业等行业龙头公司 也纷纷发出涨价通知 调价肯定是基于 一个是涨价预期 因为国庆节结束之后 把随着开学什么的 一些课本的印刷什么的 下游需求上都需要纸张 需求会进一步增加 然后我们这时候找涨价 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是说 价格本来就维持在一种低位了 就是说 再这么低下去的话 利润肯定也不行 然后下游的需求 下游的那些厂商他们也知道 而且我们的库存也偏低